體育署延長了動資券的使用期限 到八月底 又再加碼推出三十萬份的一千元 動資健身券 不過昨天上午十點 一開放申請 網站瞬間 湧入太多的人潮 幾乎被塞爆 直到下午過後 網站才恢復了正常的運作 點進網站 想正常的登記資料 結果過程 非常地卡 無法正常運作 體育署加碼推出了三十萬份 一千塊錢的動資健身券 十八號上午十點開放登記 結果網站幾乎被塞爆 體育署這一回採取了先登記後抽籤 只要去年九到十月期間曾經有在振興 五倍券的平臺勾選動資券 就可以參加登記 正值疫情趨緩又碰上暑假 健身場管業者對於動資健身券的這一回加碼 樂觀其成 有不少業者也積極地推出促銷 不過實際詢問有一些習慣上健身房的民眾 覺得一千塊錢的抽獎不見得會增加抽獎或健身的誘因 會運動的就是會來 不會的就不會 不會因為這一千塊 我就突然想運動了 因為平常沒有那麼常來 所以就是可能對我來說還好 由於動資健身券只有三十萬份 開放一天之內登記名額就已經超過 將會在二十二號抽獎 二十五號開放領券 不過這次的加碼券只信用於受三紀令影響的健身場管 使用期限也只有到八月三十一號 提醒民眾如果中獎了 要特別注意使用時間 不要讓到手權益 白白流失 記者 曹國良 特別報導